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姐姐好 我是胡妮 你们是来找龙爸爸的吧 我是多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帮手就是你们 小朋友 见到你们很高兴 但我们只是路过 可山下叔叔说 他派了朋友过来帮忙 不是你们吗 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你们好像搞错了 搞错了 完蛋 胡妮 我们一定是被骗了 那个眼镜仔果然是个骗子 那龙宝宝该怎么办 时间要不够了 小朋友 你先别急 你说的龙宝宝怎么了 最近族里不太平 我爸爸的龙伙伴出事了 他叫南娜 有三个宝宝 南娜出事后 宝宝们很害怕 就躲了起来 我很担心 就想来找找他们 你爸爸的龙伙伴啊 那他自己不管吗 爸爸是族里的长老 正忙着筹备回火夜 那个很重要 至少比这件事重要 我也是瞒着他偷跑出来的 本来以为不会花很久 可刚才那个叔叔 缠着我们给他讲了很多故事 浪费了好多时间 真可恶 眼镜仔的心里没有一点爱 唉 别生气了 要不我们来帮忙找办 听起来也不麻烦 我们心里可是很有爱的 对吧 旅行者 应该是的 我已经发现了一些痕迹 他们应该就躲在附近的山崖上 真的吗 那 那谢谢旅行者哥哥 谢谢派萌姐姐 哇 哥哥姐姐要注意安全哦 山崖很陡 族里的大人也没那么容易爬上去 我们现在来到了 上去吧 相 celebrity 没什么事 不是吗 來吧 龙宝宝在这里 旁边有一个阿乔 这不是吴那仆从的两位猎友吗 是在山下窥见了吴的英姿 彻底爬上来供奉了呢 看来日前一见 吴的伟爱已深欠如等心灵 真是拿下人没办法 来吧 亲吻吴的脚背 伟大圣龙库胡拉阿乔 允许如等献上朝拜 你 你不是基尼齐的那个小跟班吗 在自说自话什么 居然比上次更讨厌了 胡言乱语 什么小跟班 无奈无上之龙 烈焰之国的至高领主 上次要不是基尼齐三败九寇 吴才不会恩师如等丝毫言语的人词 什么嘛 明明就是被基尼齐关起来了吧 你还挺会装模作样的 你是灵主大人 你想气死伟大圣龙库胡拉阿乔吗 你的罪行将遭毁火分手牵引 近日 吴应许了吴那蒲从的祈求 为其调查维斯特兰附近的深渊事件 深渊事件 看见这小爬虫了吗 她的母亲 一只中爬虫 被深渊力量侵蚀 凤乱地攻击了吴那蒲从的族人 甚至还攻击了自己的后裔 天哪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低等的爬虫 如何能与深渊久等 自然是去了夜神之国 弱小的生灵啊 听说是自我了断 从高崖上一跃而下 跳崖 白色小飞夷 别再露出还有一百个问题的愚蠢表情 伟大的兽龙库胡拉阿乔 可不是谁人的许愿林犬啊 谁是白色小飞夷 你 我一定要给你想个难听的绰号 吴探查到附近有微弱的深渊气息 并有善于隐藏的邪恶术事存在 要是遇见了可疑的外地人 如等 去细细排问 可疑的外地人 你不是在指深渊骂我们吧 呸 吓人之心 多领主之父 吴等若飞吴那蒲丛的猎友 吴早就倒 倒倒倒倒 既然不是来朝拜 就速速退去 伟大的圣龙酷乎了阿强 要去办正事了 什么呀 这家伙说话真是让人生气 不过没想到 附近居然也有深渊的威胁 算了 我们还是先把独立的事解决吧 这帐婶现在是咨疑的 完蛋了 我就离开 河淹 cheat 我堵死了 不 station 入档 嗯 哇 哥哥姐姐好厉害 这么快就回来了 龙宝宝没事真是太好了 这下我们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谢谢哥哥姐姐 不用客气了 我们根本没分什么功夫 你们爬了好高的山呢 肯定很辛苦 看哥哥姐姐的打扮 应该也不是本地人吧 来我家洗洗脚吧 没错 给个机会吧 让我们展现一下 玄牧人的热情好客 你们这么好心 跟之前那个眼镜仔 完全不一样 听你们说的 那家伙也是外地人吗 他的衣服不是那他款式 现在想想 真是可疑 可疑的外地人 该不会是阿乔说的 哥哥姐姐对那个叔叔感兴趣吗 那我想想 事情是这样的 这位叔叔 我已经讲了好几个故事了 什么时候才能帮我去找龙宝宝呀 再讲一个吧 再讲讲那条火的故事吧 叔叔听说 有一团巨大的透明的火 燃烧在过去五百年 一千年 甚至更多不计其数的时间里 你 那个叫灰火 古民玛丽补 就是从这个传说里诞生的 哇 是古民的起源吗 这么厉害 所有的古民都有起源传说 在传说里 灰火出现在纳塔大联盟的年代 被豹军傲击砍拿来捅制纳塔 镇压反对他的人 灰火和普通火焰最不同的就是 被他点燃的人 虽然会觉得背后灼痛难忍 但不会马上死掉 这时候千万不能回头检查 不可以回头 一回头就完蛋了 立刻就会被烧重灰 哇 烧衣服烧行头就算了 烧人可真是残暴 是吧 怎么可以烧人家后背 还不许人家回头看呢 傲击砍真是个暴君 按照传说的惯例 接着该有人挺身而出了吧 燕京大叔 你还挺懂行的嘛 确实是这样 那个人就是我们玄墓人的祖先 尤潘基大人 嗯 尤潘基大人和暴君奥琪坎 还有最初的火神西巴拉克大人 都是朋友 他是当时大联盟的军械官 他不认同奥琪坎的残酷统治 就为人们偷出了灰火 并把他抛向了暴君的军队 没有人能抵挡 士兵们全被烧成了灰 就这样祖先解放了人们 但就在逃出城的时候 他好像听到奥琪坎的呼唤 从背后传来 于是 灰尸身拆的回了头 但他却只看到了 焦黑的城市 枯萎的士兵 冲天的火焰 再下一刻 硬在眼底的火蛇 突然从他瞳孔中钻出来 把祖先吞没了 只回头看了一眼啊 就也被烧成了灰 这是窃火 还是回头的代价呢 不知道 但由盘基大人身上的火 比别处的都要凶 烧了整整一百天 最后连地脉都被烧开了个大洞 然后火光 屁咻 一下就掉进了黑漆漆的夜神之国 一直烧到现在 大人都说 他照亮了往生之路 但也要王者接受他的灼烧 这样才能纯净地迎接来世 就像是对一生的回顾与审问 所以人们就叫他由盘基的回火 多么富有诗意的孤神 所以在夜神之国 真的可以见到这趟火吗 不知道哎 这只是个传说吧 所以后来你们有人 继承了这个古名吧 当然 比如回火夜祭祀的英雄 傅基娜 不过他是五百年前的人了 嗯 现在这个古名属于基尼齐哥哥 马里布的基尼齐 基尼齐 好了 眼睛大叔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故事了 你该去找龙宝宝了 哦 但回火的传说 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回头看吗 所以 不要再提前面说过的部分了 请再讲一讲这个基尼齐吧 从现在开始的才算数 咦 多巴 你怎么露出了那种想要骂人的眼神 不可以哟 那是大人的特权 叔叔 要是你骗我们 死了之后会被回火烧得很惨的 本地火怎么会烧外地人呢 叔叔可不是你们的老乡啊 啊 东东 那是 好了 孩子们 叔叔不会白听故事的 叔叔派了两个朋友过来 嗯 他们会来付报酬的 你们一定要狠狠使唤他们 千万别顾及叔叔我的面子 真的吗 那眼睛大叔 你叫什么 我们在这山崖下相遇 大叔自然叫山下了 真的假的 无信回头看看 他们已经来了 哪有啊 叔叔 你人呢 听下来这家伙真的有点可疑呢 他好像在打听关于古明的事 是吧 这个可恶的眼睛仔 他背叛了我们 他会付出代价的 但也只是听走了一些故事 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呃 旅行者 我们是不是该让基尼奇知道一下 虽然那个臭皮阿乔已经在调查了 但总觉得他不怎么靠谱 哎 哎 你们也认识基尼奇哥哥吗 其实也不算很熟 我们只是见过面 还一起吃过饭 好羡慕 我都没有和基尼奇哥哥说过话 他是组里的猎龙人 还有很厉害的古明 真是太酷了 我也是 不过我爸爸不太喜欢他 还叫我跟他少接触 肯定是因为他身边那个自大又恶毒的伙伴 哦 是那个自称酷糊了阿乔的坏东西 我们也领教过了 真是生怕别人不讨厌他的样子 就是 真不知道基尼奇哥哥 怎么会选中那家伙当伙伴 怎么不选我呢 哎呀 不好 虎妮 我们出来太久 再不回家要挨骂了 对啊 那 哥哥姐姐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就能到我们族里 要是你们打算过去 要记得来我家做客 有什么需要的 我都会让爸爸帮你们的 一定要来啊 哥哥姐姐再见 我们先走了 不好 好 昵 Aur 不 911 谁让你自己跑出去的 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有多巴帮吗 还有路过的好新人也帮了吗 好新人 他们把新掏给你看了 上面写了几个好 一百个 还顶嘴 山王的问题没解决 你要是又出问题该怎么办 你今晚不许吃饭 不吃饭 也是一百个 嗨 虎妮 又见面了 是拍蒙姐姐 还有旅行者哥哥 爸爸 就是他们帮了忙 我说要招待他们的 哦 就是你们两位 好心人是吧 你们的辛苦我知道了 有什么需要就开口吧 我是玄母人的长老特利尼达 在组里 我的话还是能派上些用处的 相信你们也是聪明人 不可能提过分的要求 对吧 就是 我们才不是那种诗恩图报的人呢 哦 最好是这样 爸爸 他们不是坏人 他们还和基尼奇哥哥一起吃过饭呢 你不要这个态度 基尼奇 等等 我听说圣火竞技场出现了两位神秘的一帮旅者 难道是 还有在下 真抱歉 最近组里的琐事叫我焦头烂额 能否允许我收回之前的话 我为先前的冒犯感到羞愧 这还差不多 我们也不是小气的人 看见狐妮安全回家就放心了 两位应该是才来不久吧 今晚就由我来为两位接风洗尘 怎么样 大叔 变脸太快的话 脸皮会着火的 强大的旅者 您那双明目中闪烁着智慧 吴妮 你先进去 爸爸又正式要谈 好吧 那要好好招待派蒙姐姐和旅行者哥哥哦 原来大叔是有求于我们呀 我们可不能保证什么 这件事事关重大 老家两位先听我说完 很久以来 玄墓人有着一个传统仪式 名叫回火夜 为的是祭祀五百年前的先祖布基纳和他的伙伴 山王康家马托 布基纳是持有古名玛丽卜的英雄 康家马托 则是一只强大的逆夜龙战士 他们曾并肩抗击深渊 最后 虽然他们获得了胜利 但先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山王也被污染 一直沉睡至今 他的状态不正常 因为逆夜龙的寿命最多不过百年 或许是深渊的能量让他成了例外 没错 山王是我们活着的荣耀 但这荣耀也伴随代价 他体内的深渊能量极易受到刺激 而他一旦受刺激醒来 就会发狂地攻击周围所有活物 所以每年的回火夜除了祭祀外 还有重要的任务 就是清理山王体内的深渊力量 让他继续保持沉睡 两位应该知道 纳塔最近的深渊灾害愈发频繁 所以山王的沉睡也愈发不稳定 距离上一次回火夜才过去五个月 他又有了暴动的迹象 他醒来了吗 我们立刻进行了一次检疫仪式 勉强控制了局面 但他随时会再醒来 我的伙伴南娜 就是在这次检疫仪式里被山王击伤 因此也遭受了一出的污染 大叔 我们知道 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 那那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总之 现在我们需要一位合适的游火人 来主持一次额外的回火夜 我听过了两位的冒险故事 你们是不二之选 当然 我们可是有着继承玛丽谱的英雄呢 哦 是基尼奇 没错 就是他 他可是个真正的英雄 正在忙着他的摩拉大业 但我找到他是 猜猜他是怎么说的 额外的仪式 那是额外的价格 天知道他有多在乎价格 我不想背后说三道四 但他能得古名 一定是那天大龄出门摔了个云头转向 我没听过那位英雄的名言是 我们来谈谈价格吧 哦 还有他那只龙伙伴 那个自称圣龙的阿乔 更是个自大的蠢东西 嗯 后面这句我赞同 总之 显而易见的是 这个活不是非他不可 现在就有更好的选择 两位 一下如何呢 虎虎夜就在几天后 没时间浪费在和他谈价格上了 请您再考虑考虑 哦 太感谢了 虎你没有看错你们 你们的心上真真写着一百个好 我带你们去后山吧 我们可以在那里熟悉仪式的流程 你们是经验丰富的强者 肯定很快就能掌握 阿乔 你的污测让伟大圣龙酷糊的阿乔敢够恶心 作为深渊教团的代行 您的忌惮让我很受用 作为个人您的侮辱让我很受伤 阴暗的四眼 四到临头还花言超远 我呸呸呸呸呸 这就没理可讲了 究竟是何等魔力让我依然生机勃发呢 话说回来 吉尼奇阁下 我承认您是一位传奇的猎手 但我之所以被您抓住 只是因为我不愿逃得太远罢了 我对你们玄墓人很有兴趣 就只是 您难道没兴趣知道 一位深渊访客对你们有什么兴趣 是极限运动 前些天我险些被一位山顶月下的勇敢者砸中 你们把那个叫做蹦极吧 多么富有魅力的冒险精神 为了赞美自由勇敢的玄墓人 我甚至做了一幅画 费嘴的野猪 我看你的脑子被砸坏了 都不知道最适合你的极限运动 是与猎人赛跑 不然你就等着在无尽的恐惧中逃窜 直到被耗尽心力 然后一头再进永恒的粪坑吧 可基尼奇先生似乎暂时不打算取我性命呢 我又厌倦了隔靴搔痒的窥探 要不还是来商议一个对彼此都舒适的距离吧 我听说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距离感 您觉得呢 不如说说你真正的兴趣 我们来谈谈价格吧 我们来谈谈恨 深渊污染果然又出现了 我想山王的暴动也和他们有关系 看见那些火把了吗 那是从圣火竞技场请回的刺激圣火 其中蕴含了火神大人的力量 所以圣火就是传说中的回火吗 没人能去夜神之国请来传说中的回火 但圣火足以焚尽深渊污垢 在仪式里我们可以这么看 哦 那就用圣火清理掉那些污垢就可以了吧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完整的仪式要更加复杂 首先 有火人要在起点取来圣火柱 用钩爪飞上天空连续点燃所有的圣火柱 然后一路向下穿过峡隙 抵达山王沉睡的洞穴 并点燃图中的传火盆和最后的圣火祭坛 优秀的游火人能做到全程一次也不落地 虽然不想承认 但基尼奇可以做到 哦 一直飞在天上不落地吗 和我肯定不一样了 听起来要难很多 请放心 这不是仪式的要求 即使落地了也没关系 仪式真正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能回头 有火人必须保持始终向前的姿态 不能越过一座圣火柱去点燃下一座再回来 那被认为是一种对仙族的亵渡 那如果真回来了会发生什么 火不会自己灭掉吧 搞不好会烧到自己 那我们今天也要按照这个标准吗 放心 今天只是简单的练习 顺序无所谓 只需要用圣火清理污垢 再点燃所有传火盆就可以了 准备好试试了吗 我再重复一遍要点 取来火种 清理污垢 然后点燃所有传火盆 我会在终点等你们 当然 对 这个 人生的 你 在其他人 应该是 多久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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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希望 他们 这些人 都对 在这里 有些人 很 他们 刁通过 好 好 ío 噔噔 來我家做客吧 专业的带行了 是不准了 不准就能够上去 是不准了 我都不准了 这些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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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了 这些不准了 还记得了 这些不准了 有什么事 好 不准了 我这些不准了 有什么事 不准了 不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就算点燃所有的穿火盆了 我们去找特利尼达长老吧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您的表现比先前的几个候选人都好得多 要是有游火神之类的股民 我想您是有力竞争者 如果不在意我游得慢不慢的话 现在离回火业还有几天时间 我要回去通知首领还有其他几位长老 已经顺利找到了合适的游火人 是要经过他们同意的意思吗 有些人还是希望能够说懂基尼奇 但这也是因为他们还没见过你 寻找游火人的职责在我身上 我会去提议由你来担任 我再确认一下 我们这种外地人来负责这么重要的任务 真的没问题吗 看见那边了吗 在比布吉娜和山王还要久远的年代 那是玄墓人的家园 因为一些变故 祖先们不得不千里 现在那儿成了年轻人锤炼勇气与冒险精神的地方 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妥善解决山王的问题 或许要不了多久 同样的事就得再来一遍 所以回到您的问题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同意的 好吧 看来事态真的很紧急 能否请两位之后再来我家一叙 有些仪式的细节我还要和两位详聊 那我们之后见哦 请多费心了 虽然参加过不少节日 感觉这次的委托还挺不一样呢 我们休息休息再去长老家吧 请多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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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 我是有重要的事告诉你们 特利尼大长老可能隐瞒了他的真正目的 他想一次性解决山王的问题 一次性解决 以后不办回火焰了 对 对 他希望借你们之手 让山王回归夜神的国度 回归夜神的国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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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sts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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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说今天要聊一聊细节 那你们很快就能确认了 如果长老真的想要杀死山王 我们可怎么办呀 这个消息可能有些冲击 你们可以先当做不知道 稍后 你们和特利尼大长老聊完后 方便来首领这边一趟吗 我想和你们谈个交易 交易 我准备了还不错的价格 你们应该也还有不少问题 等会是个好时候 那稍后见 一帮的强者你们来了 休息得还好吗 还不错 那就好 我这边的进展也很顺利 不少长老都听说过您的事迹 包括首领在内都对您表示了认可 虽然也还有人坚持仪式应由玛丽谱的继承者来主持 但这种想法实在陈旧 我们得与时俱进 金尼奇好像自己也不想来 没错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一下仪式的细节了 昨天我已经告知过您传火仪式的部分 在这之后就是净化身亡的部分 很简单 用圣火就行 这么多年的仪式 我们对这项工作都已经非常熟悉 对您肯定也没什么难度 而我要说的关键在于 希望您可以用圣火驱散尽可能多的深渊能量 这样可以最大化维持山王的沉睡 就只是维持沉睡吗 没错 往年的仪式里 有火人往往无法驱散足够多的深渊能量 所以我们才需要定期重复这一仪式 但我知道 您在对抗深渊方面很有经验 昨天您对圣火的使用也十分老道 我想如果是您的话 或许能够将山王体内的深渊能量全部驱散 这样就能保护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免遭威胁 旅行者 您听到这个要求居然一点也不担忧 看来是对自己很有信心了 其他就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了 仪式定在三天之后 见识我会再来通知您 这段时间如果您有空 可以在部族里转一转 长老们也希望您能多在族人面前露露脸 要是您还愿意顺手解决一些族人们的麻烦 那就再好不过了 还要帮别人解决麻烦啊 这算不算额外的价格 这只是小小的建议 我真心认为您这样的英雄 值得在部族里获得更多声望 这几天我都会待在族内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解决 我们快去找金尼奇吧 看来他说对了 你们来了 金尼奇 特利尼塔长老他说 嗯 你们脸上已经写了答案 旅行者和派盟 没有迎接两位的到访 是我作为一族首领的失职 瓦伊娜首领 你好 我昨天才从特利尼塔那里得知消息 所以托金尼奇请两位过来一续 金尼奇应该已经告诉了你们情况 那闲话我也不多说了 我很赞同两位来主持灰火夜的仪式 但我有一个请求 希望两位能确保山王的安全 宣慕人的孩子都是听着部族的英雄传说长大的 从窃火的尤潘基 到征战深渊的布吉娜和山王 那是给予我们骄傲与信念的宝贵历史 现在要杀死山王 无异于要杀死我们自己的精神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 我将无言面对夜神之国的祖先 我为南娜的事悲伤 所以我不会苛责特利尼达 但为了不足 绝不能让山王有生命危险 这是玄牧人的立身之根 希望两位贵客能慎重考虑这件事 或许有 没办法 但我可能会有影响 但还没显现出来 我们已经做过许多尝试 现在 我希望能听见两位的态度 我明白 离仪仕还有三天 到时候希望您能确定自己的心意 对了 吉尼奇 你刚刚不是说 李行者 派蒙 我带你们去族里走走吧 顺便聊一聊 也好 我们可能是需要暂时换换脑子 吉尼奇 我知道特利尼达长老找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答应了 其实你早就知道这是个烫手山芋吧 还说什么额外的价格 你的借口好狡猾 烫手山芋是真的 但借口也不假 要解决这件事 确实要付额外的代价 我在尝试 真的吗 快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派蒙 我记得你之前说有事想找我 对啊 是什么来着 我想想 我要跟你投诉阿乔 因为他实在是太没礼貌了 他的性格确实是问题 所以我请了一位老师教育他 教育 有点想看他被老师狠狠教训的样子 不过我们遇见阿乔的时候 他说你们在调查什么深渊气息 和这件事有关吗 那就是我在尝试的办法 我是个猎龙人 偶尔也猎深渊 有一次 我在追捕一种紫色魔犬时 曾误入了一处隐秘的空间 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 才知道那里叫做兽镜 兽镜有大大小小很多个 那种紫色魔犬 就是从那里面跑出来的 所以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处兽镜 并清空它 然后把身亡安放在其中 它就既能活着 也无法威胁到不足了 天哪 听起来有点疯狂 这能行吗 当然还有不少问题 比如山王在寿静待久了 状况会不会变得更糟 但即使是权宜之计 也是我们急需的 族内的矛盾不是一两天了 首领认为 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山王 我明白 它不是要保住山王 其实是要保住你们的文化和荣耀 嗯 但另一方 像特利尼达长老这样的 他更在乎当下 未来 还有身边的人们 这也很好理解 为了守住一份过去的荣光 却用亲友的生命来支付代价 谁也不能替他们说 这很划算 真是个难题 先把这个放一边吧 就算按照你的计划来 你又打算去哪里找寿静呢 从来都是那些猎犬 突然从寿静猎犀钻出来凶我们 可没有我们钻过去凶他们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眉目 你们有第二个办法吗 暂时也没有 只是觉得 利用深渊力量 会变得不幸 这可是害山王变成这样的深渊力量哎 其他人肯定不能理解你的 如果真有什么不幸 那就是代价吧 世上所有事情都被标了价 窃火的油盘鸡大人 也没能免费 这次山王的突然暴动 让族里的矛盾变得更加坚立 如果不能尽快化解 谁也无法往前走的 好吧 那你想和我们谈什么交易啊 我们对深渊力量也没有什么研究 你们只要能帮我争取一些空间就好 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劝我 希望我能担任这次的有火人 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应付他们身上 如果你们能帮我 我可以送你们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啊 应该能指挥票价的礼物 和现在一样在族里混个脸书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有一位新的诱惑人了 这样我就可以避开无尽的 要我去主持仪式的请求 去搞定召唤寿静的办法 等到仪式那天 我们来给山王搬个家 好疯狂 西尼奇 你身上的冒险精神 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你有想过 万一首领和特利尼达长了 他们都不喜欢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吗 那他们至少又站上统一阵线 对里面变成我而已 部族需要的正是他们这种领袖 不是我这种拿钱办事的猎龙人 哼 我可以理解为你同意了 没错 说不定这几天又想到更好的办法了呢 嗯 接下来几天 希望你们都在族内逛一逛 帮帮忙 相信大家肯定会为你这位 诱惑人的魅力倾倒 祝我们顺利 今天我们去选牧人部族逛逛吧 今天我们去选牧人部族逛逛吧 帮金妮齐吸引一下火力 帮金妮齐吸引一下火力 没错 但他现在威胁着大家也是事实啊 怎么能对病人这么苛责呢 你要是不说回刚刚那句话 我们的友谊就要出现裂痕了 多巴 胡尼 你们怎么了 胡尼他侮辱山王大人 那可是我们的英雄 也许几百年前是吧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也许昨天是吧 但今天已经不是了 你 好 看来爸爸说的没错 事情总是在变化 我们要向前看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就只是昨天的朋友了 哎呀 你们两个别争了 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旅行者是这次的新任游火人呢 他会完成一次漂亮的仪式 然后治好山王大人的病 诶 真的吗 原来爸爸说的正事是这个啊 那天看见哥哥姐姐爬山的样子 一点都不比金妮齐哥哥差呢 不过这样说 金妮齐哥哥去哪了呢 对啊 他不来回火夜了吗 我们也可以请他来哦 但如果他看见你们因为这种小事吵架 一定会严厉的批评你们 那可不行 我还没和他说过话呢 你而是什么 那可不行 你也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我说过 你也不想要 你要 你也不想要 爸爸很想南娜 我也很难过她离开我们 我 我刚才口气也不太好 看在旅行者哥哥 派蒙姐姐 西尼奇哥哥和南娜的份上 我也跟你说对不起 这样才对嘛 现在你们又是好朋友啦 多巴 以后就算我再说山王大人坏话 也不会对你说了 现在我要去给爸爸买回火业要用的彩布了 我们以后有机会在一起玩吧 再见多巴 再见哥哥姐姐 好吧 那我也回家了 下次再见 你们慢点啊 这两个家伙 虽然嘴上说的是和好了 但看起来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希望我们这次能解决山王的问题 现在先去别的地方转转吧 那边是在干什么 我们过去看看吧 这是在干什么呀 在排量回火夜的祭祀舞啊 哦 原来还有专门的舞蹈 我也想学 你不会吗 生面孔 真稀罕 咱还以为最近没有外人来不足呢 为什么这么说 当然是因为回火夜了 因为山王大人可能要醒过来 所以要临时举办回火夜 这可不是那种欢庆的节日 对外人来说 可能还有点危险呢 那你知不知道这次的游火人 也是一位外人 倒是听说了 这还是头一回呢 咱也挺想见见那家伙的 哪儿呢 不会是你吧 哎呀哎呀 真是给咱开了眼 刚刚咱还在想呢 既然不参加这次的回火夜 也就没机会 见见这新人游火人了 结果喘头就遇见了 咱今天可真有面 你不参加回火夜呀 你难道也不是本地人 怎么可能 看好了 怎么样 姿势还不错吧 前几年的回火夜 咱也是在圣火柱下跳舞的帅哥呢 很多姑娘来看哦 哦 这么厉害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参加了呀 因为咱觉得 山王大人的问题 好像有点严重 足力已经不够安全了 前段时间 连一位长老的伙伴都遇难了 关键是 未来这件事要怎么解决 上面的人也给不了说法 哎 搞不好 他们自己都在闹矛盾啊 再过几天 恐怕要听见谁打破了谁的头吧 所以 干脆咱还是出去闯荡闯荡吧 你看起来 有点失望的样子 哪里的话 这不正好给了咱走四方的机会 玄墓人的好男儿 总是向前看的 不管到了哪儿 咱都会为这个身份自豪 咱联系上了龙遗物研究协会 那边给了个简单的考核 只要能搞到一件像样子的研究品 咱就可以入会了 龙遗物研究协会 你们没听过吗 就是一个研究古老的龙时代的爱好者协会 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残留特别有兴趣 说起来 你们的前任有伙人 他的龙伙伴据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遗留物 阿乔是龙时代的遗物 原来你们认识机密奇和阿乔啊 那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是在某个神秘遗迹里签订契约的 据协会的人说 这种契约通常隐藏着某种重大的代价 有那么可怕吗 谁知道呢 要是真的 估计也就金尼奇能受住了 他对什么契约啊代价之类的 总是看得很轻 咱觉得他不会吃亏的 话说回来 前阵子咱还在外面录过了一幅奇怪的壁画 上面画了一条龙和一个人 搞不好记录了某种龙时代的契约仪式呢 那这个也算龙遗物吗 算了 当然算 咱本来就想去拍张画片 这就算拿到入会的敲门砖了 可最近深渊污染挺厉害 听说那边有魔物出没啊 真要命 还是等等再说吧 看你们这副高人的打扮 该不会正好能帮咱一把吧 只是拍张画片而已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普通的魔物也不是旅行者的对手 喂 你们不会真打算帮忙吧 这有什么啦 这在我们帮过的忙里都不值一提 火神在上 真不是开玩笑 你们到底是哪儿来的热心肠 像你们这样的人 恐怕连神国的灰火 都烧不出半侣烟 当然是 那咱就不客气了 咱来带路吧 beleza 咱就不客气了 那咱就不客气了 太重了 这咱就不客气了 就不客气了 dropdown了 还是 到尽吧 市里 就不客气了 就不客气了 看 炭 就是那个了 就是那个魔物盘踞的废墟 地亚哥 你稍微躲远一点哦 那些东西很危险 让我们去帮你搞定 咱也是这么想的 可不能拖两位高人后腿 咱都看见了 赤子 照镜 为我哥 帮你 想要时刻 废头吧 山之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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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 照镜 雷雷 好 就这里了 真是 与你分享 来吧 总算解决了 还好地亚哥聪明 没有自己出来 不然就危险了 快看 是不是那个呀 好像是幅壁画 印象中古代壁画 都是站着一面超大的墙 这个更像谁坐在那随手画的 不过内容倒是对得上 有一条龙和一个人 这难道就是远古时期的契约仪式吗 算了 看不太懂 还是先把它拍下来吧 好像是有没有 只要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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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イト上的星相不良 1,2,4,2,7,3,4,4,5,3,4,7,6,7,7,7,8,7,7,8,8,7,8,7,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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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4,4,0,1,3,2,4,0. 来 遭贼啦 庞赛老兄 你比咱还惨啊 那可是我的研究心血啊 全被那个梅雅又祸口的魂球抢走了 帝雅哥 你要的画片是这个吗 咱看看 没错 火神大人在上 你们可真是非同凡想 庞赛老兄 快来认识一下 这两位就是我说的新任有火人 他们超棒的 那个 你们是旅行者和派蒙吗 你们已经认识了 没 我们没见过吧 多巴是我小外甥 他跟很多人提过你们 说你们很厉害 人也很友善 帮了他大忙 这次还会来主食回火夜 原来是多巴的舅舅呀 认识你很高兴 庞赛先生 看来我们在这儿也小有名声了呢 是啦 庞赛老兄 这两位可是真正的心肠热 人厚的 没人见了不夸好 你要是肯开口 他们准解决你的小烦恼 真的吗 现在我只想找回我的心血 咱来解释一下 庞赛老兄是族里的古名学者 成名典籍 由攀基的回火 几个小时前 落在了盗宝团手里 我为了这本书 花费了几年时间 什么遗迹我都去过 什么英雄后代我都走访过 光是不同村落 对马利浦的不同示意 我就记录了超过五种 无与伦比 重磅俱重 但一切都在今早结束了 那混蛋 埋伏在我出门采风的路上 把我的包裹抢走了 我的作品就在里面 看得出来 庞赛老兄的灵魂 跟着那书一起随风飘散了 不然 也不会像野鬼一样游荡在这儿 两位组里的贵客 看在小多巴和地亚哥的份上 帮帮我这可怜的老学生吧 看 咱就说吧 庞赛老兄 遇见这两位 是你壮大运喽 我不知道那家伙还在不在 但我可以带两位过拳 来吧 来吧 喂 你 你这野兔崽子 快把东西还给我 老穷光蛋又是你 看见你我就来气 我要把你的屁股塞进树洞里 好 原来还搬了旧兵 好啊 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 看招 一身撒泥吗 这家伙要逃跑 你没事吧 我们快追上那家伙 哎呀 勇士 英雄 国王天神 别再追了 我真跑不动了 你们要的东西早就不在我这儿了 饶了我吧 什么 东西去哪儿了 被我丢了 丢了 那老穷鬼的包里除了破书就是烂笔和臭衣服 半个摩拉都没有 我气得把东西就全丢了 白白浪费了我半天的功夫 你 你没在骗人吧 你说你丢哪儿了 呃 就丢在刚刚那里啊 火神大人在上 如果我有半点假话 就让我的收场被毁火烧成荒芜 发的事都还挺多 这下可怎么办 感觉这家伙不像在说谎 也是 希望不要被人捡走 那可就真找不到了 我 在维茨特兰 回火虽是英雄的象征 但某种程度上 又包含了一种负面的宿命浴室 历史上有迹可循的回火持有者 都佐证了这一点 他们的命运最终都走向了异常的终结 这似乎意味着 有一种超人力量 在检视他们所行的一切 并向其所要代价 除非有人敢对回火起事 我此生绝不犯错 游潘鸡的回火 真是令人赞叹的古明著作 没想到能在路边随便见到 让我看看作者是庞赛 嗯 充满智慧的名字 龙苏的书子 别再念了 伟大的酷胡辣 瞧无法忍受这种噪音 您完全不能从这种充满研究价值的历史记录中捕捉趣味吗 哼 好笑 有什么趣味 他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浴室 持有古名马利卜的人最后会死于非命 难道这是代价本身的代价 什么意思 是说金尼奇会死于非命 终于可以站起他的身体了吗 快告诉伟大的酷胡拉乔 哪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您真是完全无法教化的混沌恶徒 和您一比我们深渊教团也被映衬的雪白纯洁 狂妄的黑区 你们有什么资格与伟大的酷胡拉乔相提并论 真到那一天 离你们的毁灭日也就不远了 毁灭日 我早已从无数历史典籍中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 所有文明都将在时间的脚步下变成废墟 古老的王国 高天的神座 世外的卧土 没有例外 但每一座废墟都会有灰尘扬起 迂回盘旋在时间的头顶 那就是文明的精神 伟大的酷胡拉乔乔 您就是这样一片古老时代的迂晖 我花了不小的代价才得到这样一个观察的机会 现在让我好好看看 您的身体里是否遗留着那个时代的枝言片语吧 真抱歉 庞赛先生 我们没找到你的作品 难道我的心血 就这样白费了吗 嗨 庞赛老兄 往好数想想 至少东西是你自己写出来的 书没了 脑子里还剩了点字吧 我敢在回火夜前完成它 就是希望它能解决族里的问题 可现在 我也不确定 但至少是一些参考 真的吗 庞赛先生 你有什么办法 我想关键 就在于马力补的力量 庞赛老兄 大家都知道 古明是没有力量的 精神力量不算 你说的没错 但马力补不一样 她起源于最初火神的年代 她很可能包含了西巴拉克大人的力量残留 好像小时候 听祖父这样讲过 不哟 庞赛老兄 你真不简单 咱五六岁性的东西 您这把年纪了还在信 我不是胡说 我有证据的 什么证据 证据就是山王大人活到了现在 大家都认为这是深渊造成的 但那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更关键的是 英雄布吉娜召唤了马力补的力量 代价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你们不信的话 不妨想想 被深渊力量污染后 生命却得到了延长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旅行者虽然不完全一样 但我突然想到秋 所以我的结论是 马力补代表某种神秘的代价交换仪式 她来源于最初的火神大人 随着大联盟时代的覆灭 一同被葬入夜神之国 如今正等待着古名持有者的召唤 庞才老兄 咱打断一下 你好像越说越激动了 抱歉 我本来打算拿着我的研究去找基尼奇 我希望她能去参加这次的回火夜 但你好像只是为了证明一种想象 而你也造了另一种想象 基尼奇 你怎么来了 嗯 我准备的差不多了 所以想找你们过来聊聊 现在方便吗 基尼奇 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办法 但请你一定要去参加回火夜 嗯 这位庞塞先生好像对回火很有研究 他觉得你有可能解决问题 庞塞先生 我会去的 我们走吧 太太 pleasant了 可以帮助觉 从田 开口 我已经是大小 group 它帮助放 cosas кот庞是 scratched的 一切可以掃捏 一个种植物 就在这里吧 在这个时间 allegro 你是世界中 所以想约你们明天一起试试 再之后就要到回火夜了 所以你不打算考虑一下庞赛先生说的吗 他也说了他不知道具体的办法 我们需要更实际一点的 比如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是我的错觉吗 你好像还挺相信他的说法 我保留意见 因为关于五百年前的战争 我还知道一件事 布吉纳并非死于深渊 而是死于神志不清的山王之手 而且弥留的他并没有反抗 反倒将自己的鲜血与力量传给了山王 我想可能因为山王足够强大 他的存在对部族有更大价值 又或是单纯的友谊 如果说这样的牺牲召唤了回火 或者干脆就把他视为回火的力量产现 我可以接受 打死了 变交变 为什么你总若无其事的 说这信息量很大的话 这是我通过多次一试接触山王时 从他混乱的意识中渐渐得知的 你们从特利尼大长老那里听来的故事 经历过微小的正面调整 山王的意识里除了混乱 还有痛苦与耻辱 他似乎很想解脱 那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应该送他解脱吗 当然不 我们应该给他搬家 这是从现实角度出发的唯一的案 山王是不俗的英雄 也是不俗骄傲的精神偶像 这座偶像不能倒下 但他又导致了不止一起的悲剧 悲剧也不能再继续发生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不用这么现实 因为真的很伤脑筋 那我们明天见吧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场地 看着我把这种能力做到的 在这种能力做过 也不猜穆 也是不猜穆 我要把这种能力带 大写 但我不一万对 但是我会簽解 就听到不erem 等于我们来吧 我来不可能 啊 阳台上的那盆花又哭了 我明明每天都给它浇水了 难道这 你们来了 很准时 哦呀呀呀呀呀呀 这不是吴那扑从的两位烈友吗 是为了上次的亵渎感到不安 再次前来供奉的吧 真没办法 那来吧 亲吴的脚背 伟大圣龙酷乎拉乔允许如等献上朝拜 吉尼奇 你不是给他找了老师吗 怎么还是一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样子 没人有资格教育伟大的圣龙酷乎拉乔 没人 可能因为我没有过派蒙这样温柔的伙伴 你是在夸奖我吗 嗯 现在有了对比 落差挺大的 吉尼吉尼吉尼奇 你再敢来一敌冲锋就能淹死的小小飞椅 与伟大的圣龙酷乎拉乔乔相比价 是吗 这个月的圣龙酷乎拉乔巨标 我点了 好吗 你又不该拿着手 我尝尝维修 这是什么 令你修Com 它本质是一个诱饵 也有稳定深渊能量的作用 它会吸引寿惊猎犬 撕开空间而来 等我们清理掉它们 留下的猎戏就可以利用了 你们很快就知道了 我们先来试试吧 那些小伙来了 他们擅长制造撕猎猎的生蚝 对不对 我们看过来 REALLY 这样的一点 没人手风飞 走一会儿 呲到的猎戏 转了 怎么不想干我的 我看暦了 去吧 你不想借我再靠近睡眠 我没想到的呢 暴露尖的雨 暴露尖的雨 能天降下的天爪 不, 全都看見了 來吧, 鮮賀大翔, 迎擊火雲 封鎖去了 等一下有點痛啊 啊 啊, 還有大的嗎 吉尼奇閣下, 我沒有騙人吧 這個裝置, 是不是比我說的還要好用 終於用這副模樣現身了嗎 既然交易已經完成, 我們的關係自然應該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我將要滿足偉大的酷胡勒阿喬的期許, 前來奪走您的身體 嘻嘻, 老陶的劇情又要上演了 勇者遭遇夥伴的背叛, 遺憾倒在深淵之物面前 啊, 這不是冤尚嗎 你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吉尼奇閣下, 這和說好的不一樣 一行者, 這就是我想送你的禮物 我知道你在尋找身邊教團的信息, 它可能由你想要的 不過, 看起來你們認識 就只是, 如此冷淡的關心 我以為我們會帶著一絲久別重逢的喜悅, 互相道聲, 嘿, 好久不見 你在說什麼鬼話, 是不是最近情感文集看多了 果然, 萬事萬物都在變化, 沒什麼能停留在過去, 令人遺憾 那麼, 重新認識一下吧, 這次請叫我山下 山下, 好呀, 原來你就是從胡尼和杜巴那裡, 騙故事聽的壞大叔 名字只是浮於表面的代指, 而我早已向你揭示了我最深的本質 肯定是這樣, 這麼大搖大擺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是想來鬆鬆骨頭了吧 這次就算了, 雖然我是說過挺喜歡你的, 但我還得補充一句, 你有時候下手挺沒情沒重的 對呀, 這附近的深淵災海是不是你弄的, 山王的問題該不會也跟你有關係吧 我早就說過了吧, 和那些為之殿下團團轉的傢伙不同, 我直說的事情, 都汗無所謂 因為 metal是一個型的社團團團, 和那個人造成, 像我這樣的邊緣人, 除了在過去的歷史中挖掘真理, 還能有其他事可幹嗎 我調查過, 它確實只是路過, 和最近的事件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交易, 它給我召喚獸精的辦法, 我允許它進行一段時間的歷史研究 現在交易已經結束了。 就和基尼七格下想把我送給你們一樣 我也想找个时机 夺走进一起阁下的身体 这样一来 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研究伟大的苦户了阿乔 可我有点不走运 居然你们也在这 难道是我做了什么措施 毁火了什么所要代价了吗 啊 命中是也算马 让我好好想一想 阿乔 你这是坏配中的坏配 居然勾结深渊教团 背叛金尼奇 我的世界没有背叛 尊贵的圣龙困活了阿乔 可从来不是谁的伙伴 别担心 是我让他好好做一个幼儿 结果调来了个没用的东西 什么深渊教团 这是愧对期待 你小小扑从金尼奇都搞不定 让我没受了几天造务 原上可下 看来你这几天 对阿乔的教育没什么效果 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不然深渊教团 干脆改名深渊教育团好了 还是叫废物教育团吧 金尼奇 把这家伙干掉 他对我们都没用了 离行者 我说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小看我这文员了 打我肯定打不过你们 但乱逃跑 我可不会输给谁 好好记住我撤退的样子 下次再见面 麻烦给我多一点尊重 哎 又被这家伙逃掉了 我们不拦住他吗 没关系 现在我们不用把精力放在他身上 而且他看起来欠了很多债 索性让他去还吧 原来如此 不过我还挺意外的 金尼奇你居然敢和深渊教团的人做交易呢 借用那家伙的话 是 名字只是浮云表面的代指 不论深渊教团还是深渊教育团 都是如此笼统的称谓 就像树上落下的苹果 如果每个都尝尝 会发现他们的熟度大有不同 即使是风吹落的生果 也可以拿来酿造特殊风味的美酒 万物皆有其用 哦 那我觉得冤上确实还没熟透 算不上十恶不赦的那种 当然 十恶不赦这种词汇 只能用来形容伟大的圣龙酷狐的阿乔 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邪恶的家伙 你们放心 他什么也做不了 可以这么说 那个 我听人说 这种契约可能会包含什么可怕的代价 不会是真的吧 比如阿乔总是像秃鹫那样 垂涎我的身体 什么图旧 是无上之龙 烈焰之国的至高领主 以后有机会再聊这些吧 现在时候不早了 你们应该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晚上 就是最关键的灰火夜 你们可要为一位五百年前的战士点燃圣火 驱出无垢 对啊 你这样一说 我都有点紧张起来了 忙活了这么久 这次一定要解决杀王的问题才行啊 那就再说一遍 祝我们顺利 明天见 不回去休息吗 看来你也是个谨慎的人 放心 我的调查应该没错 他和山王的暴动无关 在卷入这件事之前 我查到他在搜索关于禁忌海的信息 那也是关于纳塔的重要历史 先祖布吉娜曾经与其他五位英杰一同征战过禁忌海 如今那里不是普普通通就能抵达的地方 不过我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因为我还没接到过与禁忌海有关的委托 不回去休息吗 看来你对阿乔很感兴趣 他确实是龙时代的遗留物 我们有契约在身 你可以暂时把他视为我的伙伴 虽然他的性格很恶劣 但请放心 只要我还在 他就不会有太大的危害 嗯 这是我们契约的重要内容 在我活着的时候 阿乔需要听从我的指挥 并将力量借给我 而作为代价 在我死后 我的身体将交给阿乔使用 很理气吧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 深刻理解代价的含义 在与阿乔签订契约后 我就获得了古名 玛丽布 但这个是另外的故事了 如果以后有时间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很多听说了传闻的年轻人 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见我们的新任有火人 等会在仪式上就可以见到啦 我们也想快点解决沙王的问题 有不少人在为这件事烦恼吧 呵呵 差不多到时间了 两位准备好了的话 现在跟我一起去仪式的现场吧 嗯 别太紧张 我就在这里等你们 好耶 知道冒险 感觉好点了吗 出发 我们到了 两位贵客 你们来了 听闻了你们这几天的辛劳 今晚之后 我们会好好感谢你们 没什么啦 你们筹备了这么大的场地 肯定花了很多精力 就不用再在我们身上麻烦了 只要能解决山王的问题 付出再多也都值得 问题当然要解决 但烈焰有火苗而起 我们得一步步来 首领 如果可以那样 没人会不同意的 但大家已经太久没有见到 往前的一小步了 难道您没有看见 这次回火业 已经少了很多族人了吗 也有事发突然 很多人在外来不及返回的原因 就算是 李星者 派蒙 晚上好 金妮奇 你总算来了 首领 特利尼大长老 我有一些前人对现人的经验 要告诉李星者 我们先去旁边一下 嗯 那请请快 结束了来这里找我 我们就可以开始仪式了 我们去旁边吧 之前有人跟你们讲解 仪式的要点吗 特利尼大长老好像说过 但是都有什么来着 我有点忘了 果然是没脑袋的小飞影 要是你不想被圣火烧烂嘴 今天就少说点话 看见那边的圣火柱了吗 你取出火种后 要先点燃那些圣火柱 然后再往下 进入山王沉睡的洞穴 点起沿路的火炬 与最后的祭坛 这样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听起来还算简单 流程并不复杂 但要记住 全程都不能走回头路 不能先点燃下一座再回来 一定要保持始终向前的姿态 否则会被认为是对仙祖的亵渡 无法得到回火的降服 需要重新来过 我准备了一份图示 上面标注了简要顺序 你看看 那吉尼奇 你待会要做什么吗 我会一路陪着你们下去 等你们点燃了圣火祭坛后 我就准备召唤兽净 这件事我来做就好 你们不必有偶爱的担心 好 我们要记好要点 争取完美的解决 随时都可以开始 不过我刚才看见 狐狸他们好像也在 去和他们聊聊吧 可以缓解一下紧张 等你准备好了 就去找首领他们吧 孙星者哥哥终于等到你了 我特地拉了舅舅一起过来呢 虽然之前 我一直希望有股民的持有者来主持仪式 但那不是对你们有意见 你们可别有心理负担 昨晚我也想明白了 玛丽布 又教导人们向前看的寒意 既然我的心血已经找不回来了 那为什么不重新开始呢 更何况 今晚还是第一次 由外乡人主持的回火业 有了这个 新的作品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 我会把今晚的仪式 好好记录下来 女心者哥哥 加油 见到咱 是不是很惊讶 没想到咱也会来吧 本来咱是收拾好包袱了 但突然一想 你主持的回火业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咱就又来了 你给咱拍的壁画 咱都还没给你报仇呢 等会儿你开始的时候 咱会在这里 给你跳舞加油 别紧张 你一定能行 一般的强者 到了这一步 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只希望你记住关键 要净化掉 尽可能多的深渊能量 这样才能最大化地 维持山王的沉睡 我相信你可以搬到 旅行者哥哥 感觉你今天特别的帅气 你肯定能让山王 不再威胁到大家的 对吧 我相信你 我会在这里给你加油的 怎么样 一切都还好吗 那就拜托你们了 别忘记我的请求 柴火的往日 烈焰的金石 结尾永不回头的生命 所有玄墓人哪 让我们再次点燃 维斯特兰的回火叶吧 去取火种吧 很好的开始 赶紧力度 这一下很不错 加油 已经过半了 有点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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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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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轻啊 我来赎罪了 不用急 我们所行的一切 火必将神问 就算有天我落在后面了 也别回头 就跟现在一样 一直往前吧 带着耻辱往前吧 这才是应付的代价 灰火的继承者 未来请用这残血 培养更多勇士吧 康家马托的意志 不会一直往前 直至踏平深渊 啊 昨天真是累死了 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去首领那里问问吧 旅行者 你们来得正好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特利尼达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虽然全身被大面积烧伤 但还是保住了一命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话说回来 玄墓人都这么激进吗 吉尼奇也是 特利尼达长老也是 这就是玄墓人的冒险精神吗 我们只是不会畏惧迷雾笼罩的前方 放心 他很好 他去查看山王的情况了 山王那边倒是出现了无法理解的事 经过昨天的意外 山王的体表凝固了一层透明的壳 虽然不清楚原理 但他似乎能够隔绝深渊的力量 那有点像血液干涸后的家 他使深渊力量无法再从山王体内往外溢 外部的深渊力量也无法再往里渗 我们没见过这样的事 族里最有经验的老人认为 那是圣火焚烧山王的产物 就像烧木制炭 我觉得有道理 毕竟我们从前可没有把山王直接丢进圣火里过 居然能够隔绝深渊力量 那这算是好事吗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 是天大的好事 这意味着山王的深渊力量将维持稳定 我们不再需要一年一次的进化了 那真是太棒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其实 族里的年轻人们已经在传 昨天是个绝无仅有的灰火焰 因为你和吉尼奇 你们真正召唤出了一团巨大的 透明的 漂浮在不计其数的古老传说里的火焰 是那团火的力量 最终拯救了山王 哇 所以原来是灰火的力量嘛 虽然我是玄母人的首领 但灰火对我而言 从来都只是出现在故事里的两个字 所以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玛丽卜的持有者 现在就在山王的洞穴那边 或许他能回答你们 啊 是金尼奇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要不我们过去找找他吧 谢谢 Planning 我懂的 那么根本是那种 他帮助于 危险这个 也growth 你 你假fi 那么着实际 我ään才有 What 你在那我不知道 第1个 egg 君 中文 你是人 的 李星哲 还忙 你们还好吗 昨天辛苦了 昨天你也不比我们轻松呀 你冲进火里的时候 我差点被吓死 抱歉 我不能看着山王被圣火烧死 所以就用你的草原素力来灭圣火 你的这场目的是不是想笑死伟大圣龙 恐怖了阿强 圣火只是蕴含了火神大人的一丝力量 我并不是直接与火神大人对抗 吉尼奇 你那时候该不会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吧 什么准备 像布吉娜那样的准备 准备牺牲 当然没有 我只是认为山王不能死 代价另说 海蒙 我倒是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那个 因为大家好像说 昨天是灰火的力量拯救了山王嘛 按照庞塞先生的理论 那是一种代价交换仪式对吧 所以我以为你打算用你的命做代价 原来你们也听说了 很遗憾 我也没法肯定地告诉你答案 昨天的事 我也是第一次经历 连你居然也不知道 那这下真没人能说清楚了 但退一步说 如果真的存在灰火的力量 我更相信是山王自己召唤的 山 山王 他能付出什么代价 真正的代价 不是赎罪和补偿 而是为了获得什么 而事先就愿意付出的东西 一命长命很简单 背负着痛苦往前走却很难 为了布吉娜和整个玄墨人不足 山王最终选择了后者 这就是他付出的代价 好吧 那山王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身体状况不需要担心 他不需要担心 当我们进入他的领地时 他就会以战斗的姿态面对我们 但他的攻击变得柔和 没有了从前的疯狂 就跟昨天说的那样 他把自己当作了失联的对象 因为我试过与他交流 他已经不再回应了 伟大的圣龙酷胡拉乔敢断言 这是诈母之王已经是一劫失去灵魂的小木了 他的肉体与战斗本能被深渊的鬼力保存 但他的灵魂早就被五百年的时间磨为了积粉 但他昨天不是清醒过来了吗 那不过是一点愚蠢执念的临终显现 用人类的话撬走回光返照 什么啊 你少叽叽歪歪 要我说山王已经完全放下过去发生的悲剧 决定要往前走了 他现在正忙着思考未来 没工夫搭理我们呢 哼 至少组里那些傻伙 也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李星成 对啊 你不是把冤上桌来送我们了吗 可他完全没派上用处 这笔交易你们吃亏了 哎呀 那是他那个人没用跟你又没关系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朋友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朋友 这是一件更加贵重的包补 我更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 答应我 未来你有需要的时候 一定来找我 为你 我愿尽我所能 所以 最后是个只有小狐狸伤心的结局 嗯 大家都开心 只有我难过 从楠楠到爸爸 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的家人 虎妮 你爸爸的伤会好的 你别这么伤心了 多巴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不想当你的面说 全是山王的错 哎 哎 停下小朋友 要是你们肯不吵架 叔叔可以奖励你们一个故事听 别露出那种不幸的眼神嘛 叔叔之前差点被灰火烧了眉毛呢 所以赶忙过来还债了 算了 我还是直接开始吧 你们知道 叔叔最喜欢玄墓人的什么吗 是什么 是极限运动 啊 在叔叔来到这里的第一天 就被个天上掉下来的家伙砸到了 你们把那个叫做蹦极吧 虽然很危险 但那种勇敢一下就吸引了叔叔 所以叔叔和他交了朋友 还帮他治了伤 山下叔叔还挺关爱朋友的 当然 但好景不长 没多久 叔叔就被一个强敌抓住了 只好暂时和他分开 在敌人那里 叔叔被看扁 被痛骂 差点还被当做礼物送出去 受尽了屈辱 啊 多么不堪回首的精力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叔叔 好痛苦 叔叔也沉浸在了这样的问题里 但最终叔叔挺过来了 把那些过去都抛在脑后成功的和朋友团聚了 呃 就这样 是想教我们要往前看吧 山下叔叔 你不是何当老师 这个寓意有点老套 胡逆 胡逆 你很聪明 但还不够聪明 叔叔是想说 叔叔和朋友团聚了 而他的伤已经好了 正在思念他的家人 所以叔叔也想让你见见他 你要不要回头看看 啊 又是不要回头的戏码 这次我不会上当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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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